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军部队比国军要更胜一筹 但是和日军相比依旧存在差距 特别是中调山战役 被市伪抗战期间最迟入一战 国军部队伤亡八万人 但是鬼子伤亡仅仅只有三千人 战损比高达二十六一 这主要是因为在中调山战役中 日本鬼子派出大量的飞机对国军阵地进行轰炸 当然了 在十四年的抗战期间 也有一些中国军队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让日本鬼子是深感畏惧 那么大家知道 让鬼子最敬畏的一支军队是哪支部队呢? 好了 笔者也不和大家打眼谜的 这支部队就是国民和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军 1937年8月 当时时任国民和命军第五十八师师长的于锦时 接到了国民政府的委任状 他被调 往新组建的第七十四军当军长 这支队伍下面有两个师 一个是五八师 另外一个是五一师 这支军队刚刚组建没多久 松户会战就爆发了 在这一场战役中 七十四军打出了自己的风格 特别是五一师 虽然伤亡过半 但是也让日本鬼子很不好过 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 整个抗战过程中 七十四军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 在1941年的上高会战中 日本鬼子占领了上高 这对于七十四军的进攻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因为日本鬼子进可攻退可守 并且日军还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 兵分三落 想要包围国军主力 在日军掌握了制空权的情况下 七十四军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 光是近身入部战就多达七次 最终 七十四军和前南增援的部队 把日军中陆的一百二十五连队全部歼灭 日军第三十四师团长也被击毙 这样一支战绩辉煌的部队 自然要给有能力的人来带领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 七十四军改编为七四师 后来担任七四师师长的人 大家都是知道的 他就是张领夫 虽然七十四师师级编制 但是他全部的人数达到三万人 武器都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 作为国军部队中的精英 七四师也有天下第一师的美丽 当然了 即便是七四师实力再强 也要看他遇上了什么对手 在一九四七年的孟良顾战役中 七四师被华东野战军全面合围并且见面 就连师长张领夫也在战斗过程中被击毙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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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